究竟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伴侣关系呢? 很多人在拍拖或结婚 但他们发现,每天在家对着这个人 自己都不觉得很开心 明明这个已经是自己喜欢的人 但为什么会这样呢? 今天我就想用一杯水的原理去讲解一下 为什么很多人都处于一个很痛苦的伴侣关系的状态? 究竟怎样才能拥有理想的伴侣关系呢? 为什么会有今天的主题呢? 其实就是试完啤啤我早前跟一群旧同事gathering 其中一个女孩上年订了婚 本来想着今年跟她男朋友结婚 但最新她就更新我们 就说她们参加了婚礼 参加了婚礼 听到这个消息呢 其实虽然这不是什么好消息 但是我们大家同事之间都不感到惊讶 就是因为平时透过这个女孩口中得知 其实她们的伴侣关系的相处的情况 都不是太理想 我这个旧同事她本身有轻度的抑郁症 就是关乎她以往的一些家庭的背景 一些个人的经历 是令到她现在有轻度的抑郁症 而她有这个抑郁症已经是长达可能十年以上的状态 也就是说其实她们一直以来的这个伴侣的关系 其实我这个朋友她也是有一些情绪的问题 而这么多年来这位旧同事 她又没有很积极地寻求一个解决的办法 例如是看医生 还有这个男朋友也都没有很懂得 如何去处理她这个女朋友的状态 所以大家都明白了 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个消息 就未至于太惊讶了 很多时候我们拍拖又或者找到伴侣 当我们是和其他人一起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我们大家面前都有一杯水 各自有一杯水 而一个比较理想的伴侣关系的状态就是 我们各自两边的这杯水 都是处于一个满的状态 但是很多人他们的水 只不过是处于一个可能一半 又或者甚至只有三分一 又或者甚至没有的状态 也就是一段关系 当如果你是一个很不安心的人 很没有安全感的人 而你不断要求对方 去感受你这杯水 不断去付出的时候 其实总有一天 对方是会气馁 会累 因为他要不断把他自己的水 去吸入你这杯水 这个情况解释了 很多自己对自己没有自信 又或者你爱人之前 未懂得先去爱自己 当我们自己都不懂得爱自己 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人 不知道自己想怎样的情况下 但你已经和其他人一起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令自己迷失了 没有自信 没有安全感 不知道自己的价值 不知道自己的吸引力在哪里 所以当我们一个人 这么没有安全感 这么没有自信的时候 变相对方就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去令我们觉得自己短暂地有价值 短暂地有自信 短暂地有安全感 但是这个状态是要求对方 不断地去吸入你这杯水 不断地去付出 但是问题就是 你伴侣那杯水 其实也不是无穷无尽 他的水也是有限的 当有一天他已经没有货 没有水了 这一段关系就很可能已经走到尽头了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人 才是要感受我们自己杯水的那个人 又或者很多人在表达他的爱的时候 很喜欢以他们的方式去爱那个人 也就是你想象一下 很多时候对方要的可能是水 水就会令到他觉得满足 水就会令到他觉得开心 水就会令到他觉得被爱 但是你给他的就是苹果汁 是所有你想象中觉得是爱 觉得是浪漫 觉得是为他好的一些东西 他不断地去逼他去接受 但是你给他的 永远都不是他想要的水 但是这里最tricky的位置就是 给他的那个人 就是你 你会觉得你是在爱他 觉得你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 去爱这个人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你是以你自己的方式去爱这个人 而不是以他们想要的方式去爱这个人 You love them the way you want not the way they want 不知大家平时跟你的另一半相处 另一半聊天的时候 是说些什么呢 如果由0到10 我想你给个平分 去平你们的沟通状态 你会凭多少分 你和你伴侣的那杯水 就算是两杯也是满的了 但是你觉得这两杯是一杯水喉水 还是一杯过滤了的纯正水呢 你们对大家的了解是否纯正构设呢 你平时有没有和对方进行一些深度的对话 一些real conversation呢 很大部分情侣的沟通 其实都是停留在一个service level 就是一个很表面的level 譬如是今晚吃什么好 今个weekend我们去哪里玩好 去哪里逛街好 去哪一间新的餐厅吃东西好 当然不是说谈这些东西不行 但是如果一段关系里面 你的沟通只是停留在这个level 可能就有些问题了 再进一个level是说些什么呢 就是你平时有没有和对方表达你的想法呢 可能是一个特定的topic 可能是身边你发生的一些事 可能是你上班遇到的一些事件 而触发到你们对一些特定的topic 可以和对方表达一些个人的想法 而在第三个层面就是 你有没有再基于你的想法 再划心一点去分享多些 因为你自己有的一些个人的经历 促使你有现在的想法 这些话题才可以真正正正令到对方 他真的去了解你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 你有什么经历 而这些经历 导致你现在有这些想法 有这些价值观 有这些人生观等等 你可不可以将这些所有东西去连结在一起 怎样你经历过些什么 才是塑造成为你现在的这个自己呢 而你可不可以有效地将这个想法 这个自己去表达给你的伴侣 令到他都明白 哦 因为你有这些经历 所以造就到现在的你 而我亦都明白多了 为什么你是这样 而这个过程 其实是无止境的 很多人拍拖很多年 又或者结婚很多年 他们会发觉 突然没有东西 但是如果你们大家 一直都有进行一些 深度的对话 real conversation的习惯 其实你是不会没有东西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经历 每一天都可以吸收到不同的新的资讯 而这些经历 这些的资讯 是会不断不断地去 塑造我们一个不同的自己 当然了 不是说你无时无刻都要说话 又或者无时无刻都在进行一些 深度的对话 不是这样的意思 也不需要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是有进行 深度对话的习惯 有真正了解对方 有继续和这个人分享你自己的生活 分享你是一个什么人的心态 其实如果你喜欢这个人 其实你是永远都不会觉得厌倦 永远都不会觉得闷 所以回应回刚刚所说 你看对方的这杯水 究竟是一杯水喉水 混混续续都不太看得清这个人是怎么样 还是一杯过滤水 已经看得清楚透切呢? 英文有句言语就是 The grass is green on the other side 也就是翻译了中文就是 隔离饭香 你鄰居花圆的草 永远都是录过你自己花圆的草 但是不如我们不要常常看外面 不要去羡慕其他人 不要去妒忌其他人 又或者我们应该想想的是 如果你仍然喜欢你身边的人的话 那其实你又有没有好好地去栽种 你眼前的这棵食物呢? 有没有天天去淋水 令到它健健康康地成长呢?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我个人成长的playlist的其他节目 我是宝宝 下次再聊 拜拜